好,各位同事好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去進行直播 稍後我們在校網上會有一個Banner Banner 裡面會有一個連結 我做個效果,因為現在還未做到那條連結 我假設我按了那條hyperlink,即網址 按了之後它就會叫你登入 因為我想大家的私隱都好一些 所以我們一定要求在時間表是需要登入的 學生、老師都是如是,我登入 好了,登入之後大家就會看到這個時間表 當中就會有一些班 的資料,譬如舉例子 我本身自己呢,今天上中四課 選手科就隨便選一個就可以了 我去4A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這個表格 學生和老師都是選擇自己的課程 譬如,譬如胡Sir就按這個,任聰、蘇漢宗、麗蘭就按這個 我自己選擇,ICT 選擇 然後按這條連結 好了,按了之後呢,你見到它就會彈去另一個版面的 它開頭就會問你拿權限的,你找它就可以了 因為它要用麥克風和攝影機 大家看到了,好像還沒睡醒的樣子 我們就可以關掉那個攝影機,按這個鍵關掉 好了,這個就是收音鍵來的,不要關掉它 好了,然後按加入 你就會發覺我們現在就在直播室 當然有什麼學生在這裡 你可以按這邊這個鍵 你看到現在一個人都沒有 當慢慢有些學生,有些名字在這裡 另外很多時候這些學生未必敢出聲 他們會打字 打字就是在這個即時通訊上看到 你會見到這裡有一些字 好了 當然不可能我們只是說的,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需要去到 我要展示 畫面 那就按,立即展示 你的整個畫面 當你按了之後 其實就會同一樣 就會有一個 畫面問你 然後就問你分不分享 你選擇 然後按分享 這樣就可以了 學生就會看到你現在的版面出來 OK 整個過程呢 就是這麼簡單 可能你正在開PowerPoint 譬如 然後就去到講解 對呀 去到整個過程完結了 那當然 提一提大家 記著經常要看看他們是不是在這裡 怎樣的名字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問他們問題 可以叫他們說出聲 或者是去到 即時通訊這裡 另外就是當你有很多其他用家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們可以在這裡靜音 在這裡靜音 當然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不建議用的 因為平時上課你也不可能 喵了他的聲音 他也有機會在這裡 說廢話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課堂管理 反而你用得那些功能 譬如按了他喵了他的聲音 可能對於 課堂的 和學生、師生的關係 未必那麼好 當然功能在這裡 學生 但老師你喵了他之後 你想出聲音就沒有了 要他自己肯出聲音才行 OK 大致上就是到這裡 下課堂 這班上課堂就下課堂了 我們就按這個按鈕 收線 不用電話 OK 那就會 搞定了 好了 假設我上完一課 我要上第二課了 又是回到剛才的網站 然後 選擇你要上課的班別 這次我去1A上課 我要上英文課 好了,你上下都可以 按一下 然後又一樣 和畫面一樣 你都會見到 關關 然後問你加入嗎? 立即加入 你又是可以繼續課課堂了 當然課堂上面用什麼軟件呢? 其實就沒有關係 和直播沒有關係 你基本上平時 譬如課堂用PowerPoint 你就開個PowerPoint出來 平時我會用Excel 你就開個Excel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看到 就是按 立即展示 你們整體整個畫面 讓到其他同事 或者其他同學都可以看到 今天這就是 直播教學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 謝謝 謝謝